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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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有台电扇一直在向外吹 如果没有它 屋里会更加的潮湿 现在 所有的笼梯都喷出大量的气 小屋里泥漫的蒸汽 带来馒头的香味 这锅馒头即将出炉 师傅已经开始准备下一锅馒头 带来馒头的肉 鸡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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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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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洒在桃源街上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多了起来 这几笼热气腾腾的馒头 让老街的生活气息更加浓郁温馨 前方20米就是今天的目的地 华院农贸市场 华院市场一层销售肉类和生鲜 二层是做粮油副食品生意的档口 瓜果蔬菜集中在地下一层 有些商品市场内并没有档口经营 比如煎饼 馒头 豆芽 豆腐等 于是每天早上九点之前 市场口的停车区就会变成零食摊位 提供给经营这些品类的商贩们摆摊 这里的煎饼零售价是2.5元一斤 10斤以上按照批发价1.8元 在早市这样的煎饼一般卖4.5元一斤 油炸伞子一般卖12元到15元一斤 这里的零售价是9元 批发价7.5元 这样的价格差带来了商机 很多专赶早市的商贩都从这里进来 住附近的一些老人们会从这里拿货 然后带到周边早市销售 这里到东方红枣市车程骨足3公里 距离银雀和金雀枣市也只有4公里 这个时代只要头脑灵活扎实地干的 搞一份养家活口的营生还是可以的 由于主营批发 这里早上三点就营业 这反人类的作息让老板们肝火旺盛 也让我今天比平时多遭了好多白眼 幸好还有热情的老板们欢迎拍摄 不然我非换上批发市场的不就争不可 是一块钱的你妈 你咋了这个 要不然你学习 这是那个的吧 这是那个第一次 是好玩 你也学习 我行啊 你绝点拿着接你 我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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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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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